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目前是以大自然为创作主题 因为从小很喜欢观察大自然的一些变化 我觉得海的包容度很强 它同时也承载大家的许多情感 然后因为我对于海来说 海事我也知道它很深 可是它呈现在我们表面上的样态 却又是如此的单纯 所以我觉得我想把这种 对于海的一种感受 表达在我的画面上 我的创作主要是透过摄影 来寻找绘画的潜能 我会应用一些线条来勾勒海的情绪 然后也会应用一些珠光的色彩 来点缀海跟观线之间的关系 名字叫钱云竹 然后我会截取那个影像脚本当中 比较精简或是具有特色的一些感官刺激 再利用我筛选的一些 日常唾手可得的一些物件 把它的意象或是语会来转化 跟观众达到具备共感的这个生命经验 这次的作品名称是圣物与圣物 那最主要是来自于我几个月前 在澎湖驻村的一个驻导的经验 跟当地的居民生活了一起共同生活一个月 那在这一个月当中呢 我会沿着望安的海滩 然后去截取很多的物件 那透过这些物件 我会跟当地的居民有一些对话的开展 海其实对我而言是一个很恐惧 然后充满了位置变数的地方 可是它同时也孕育了我 好 大家好 我叫Polka 那Polka的意思是源自于日文 代表温暖人心的含义在里面 比起就一整面的海洋 这其实我的船很常都是以你人画的方式呈现 常常在看船的时候 我都会幻想说 它的比如说窗户是眼睛啊 然后凸出来的东西地方是嘴巴啊什么的 所以我很常会把我的船画成动物的形象 我从事科技艺术类型的创作 那我创作主要会从听觉出发来思考作品 这次作品叫彩虹啦 那我其实是用彩虹这个 很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个符号来 作为概念这样 那其实我是在思考说 我们处在的这个环境 就是所谓的海岛民族 是不是一个促成开放跟多元价值的一个场域 那也是在谈包容系的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包容不同的人 跟他们的生命 我的创作主要描述工业文明 带来的毁灭过后 世界回归到一个平静的凄美状态 那藉由作品来表达工业文明与环境之间的一个形式 我是陈亭君 我的创作梅材以金属和发芽为主 金属的延展性和发芽的颜色变化最吸引我的特质 我将梅材以人画直接与其互动观察并记录他们给我的回应 将鲑鱼的海浪对应到创作中的工序 我重复的折据压等动作 在反复的运动中试图去形作生活周遭的生物样貌 我习惯用色彩与线性来探讨一种外在与内在的平衡过程的细腻状态 还对我来讲它是一面镜子 借由它的投射让我看到自己 我觉得还是百态的 平静的表面下却是暗潮汹涌 我透过描绘海来呈现内在的情绪起伏 也在创作的道路上找到一条稳住自己的路 我的创作主要媒材是用油画做我主要的表现媒材 在我的画面表现形式上 我以比较科幻和梦幻的方式作为画面的主要呈现 那在处理海的视觉上 我会先以笔刷去沾颜料 然后用手去拨动颜料 让颜料以不均匀的方式喷洒在画布上 我是黄品玲 我使用油画作为创作材料 常用风景的形式表现抽象的记忆与感知 对我来说就是记忆的空间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柔软跟潮湿的环境 然后所以像我作品中那些流动的痕迹 就像是记忆在脑海中缓缓流动一样 其实从小来说这海边都是充满的愉快的记忆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然后又承载了不同的情感与回忆 我的作品呢通常是以录像跟摄影为主 那我利用就是数位积聚去转化日常物件中的知觉 还有时间性 那对我来讲就是我脑中的那一片海 其实它就是一个经过光的折射 会让我注意到海上面的坡文 在一片非常浩瀚的里面 可以看到非常微小的事物 我是林达阳 那我主要是写新诗跟繁文 那我一直都是高雄人 所以大多数写的东西也都跟高雄在地 还有海洋有关 一方面诗就是以有限的篇谱 有限的短的句子 追求无限更大的渴望 我觉得海洋对于一个高雄人来说也是这样 就是好像有一个更大的世界在外面等着我们 然后可以冒险改于想象可以追求这样子